请帮忙按个赞 这个篡改来音的文宣是人民表达言论自由的方式提高是打压言论自由 但是奇怪的是过去不是有网红做了蔡英文的换脸影片吗 当时这不也是二创吗 怎么民进党没有要大家尊重人民的言论跟创作自由呢 现在有接荣业势的摊商也表态说反对恶性的罢名 结果没有想到也被出征了 所以看起来现在是不是只有挺民进党的人才有言论自由了吗 立文怎么看 我觉得国民党应该惩治这种萧小的行为 应该去告他们这个侵犯的这个智慧财产权 你看民进党这一群侧义在帮忙基隆要罢免 提罢免谢国良的这一群人 基本上就是一些鸡鸣狗道之徒 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秀下线 哪里有把人家蓝营 马英九去站台要挺善良 就是挺真的很善良的谢国良反对罢免的 这样子的一个宣传图案硬是给人家修改呢 你怎么会做这种小偷的行为呢 这群人做事情从来没有正大光明过 譬如说在整个的联署的过程里头 你在基隆的选委会就会发现全部通通都是大量的抄写 换句话说他并不是基隆的选民一张一张去联署的 他都是拿名册来抄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国会里头要提这种改革的法案 因为你的罢免是被滥用了 你是篡夺了窃取了人民的基本参政的权力 让你们在那边操作兴风作浪 制造台湾的不安对立跟仇恨 看到每次选举的结果 只要不是民进党赢的就兵的 就要重来 如果罢免成功了还要再补选 一个选举要选三次 多么的劳民伤财啊 今天选举是要选贤宇能之后 反映民意建设基隆 你不是 你就是来个上演这种夺权大战 选输了不甘愿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连基隆庙口的夜市都看不下去了 连基隆庙口的这些摊贩们都看不下去了 几十年来你何曾看过基隆庙口 集体出来对政治议题表态的 从来没看过吧 对 基隆庙口出来讲说 不要为了罢免而罢免 什么意思 老百姓受够了 我们今天是希望你政治人物 透过民选反映民谋 知道老百姓的辛苦 帮我们做事情 你不是每天斗争斗不完 老百姓都看不下去了 基隆人很善良 基隆人是非常不喜欢 每天斗斗斗斗的 而这一群人无事僧事 结果当基隆庙口 讲说不要再乱了 这一群人居然还要在网络上号召说 去抵制基隆庙口的摊贩 叫大家不要去吃基隆庙口 你们这一群人 你们才是第五众队吧 你们才是要来获勃殃民 这个每天在这边乱台湾的 这一群人